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出生的村子 那现在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住了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把我送给了别人 所以呢,我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这个村子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山,也有很多地 欢迎来我出生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出生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现在也没有人住了 然后这边是厨房 这边是吃饭的桌子 吃饭的时候你还可以看窗外 这个是院子,来看一下 院子也很好,我觉得建的很好 但是我在这里只住了八个月 然后我被送到别的地方 好,我们去看 是另外一个院子 这个是做迷糕的是不是 做年糕的 就是我八个月大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在这边洗衣服 她要把我送走 这是我现在的姐姐 然后呢,姑姑在帮洗衣服 边洗边哭 就是这样子 一边洗一边哭 因为她要把她的女儿送走 我是问我亲生的爸爸 我说你把我送走的时候 那我的妈妈哭了 你哭了吗 然后她说她也哭了 然后她还和我说了对不起 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对不起 她和我说对不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要哭了 但不是因为说我讨厌她们 不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在她这样的年龄 能够说出对不起 还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我妈妈姐姐哥哥都非常爱我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好,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村子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 叫土楼 你们可以看 这个建筑里面非常非常大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以前如果有坏人来这个村子 那我们就让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躲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坏人就不可以伤害到我们 有很多很多房间 可以住很多人 而且你们看这个门非常非常厚 可能是有三米,两米 我不知道 那坏人就进不来 枪也打不进来 对,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我觉得楼上和楼下差不多 就是有更多的房间 但是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很多窗户 很小的窗户 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窗户 那如果外面有坏人 你就可以用这个窗户看 然后窗户的下面有很多的很小很小的洞 你看这个就是洞 你可以用这个洞打坏人 哦,这里还有黑板 那如果以前大家都躲在这里 小孩子们还可以继续上课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我想要教孩子们一些东西 但是他们不听我的 他们不想和我上课 我们家其实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老师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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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 下课你说什么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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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谢谢老师 不说 不说 谢谢老师 同学们再见 以后 我们新垃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